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收到主办单位数位时代的邀请 透过录影的方式来参与Me Taipei 2022创新创业加年华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数位实力 我们的自通讯产业在世界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我们的政府部门也积极运用这些数位技术 来改善对于民众的服务 我们常常在国际评比里面得到肯定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台湾的新创 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蓬勃发展 数位发展部作为台湾数位发展的Moda 数位新创产业也是我们协助辅导的对象 我们期许自己提升政府 还有包括新创在内的各行各业 来沟通帮助全民跟产业 更顺利的数位转型 特别是我们的产业署 就是以教练的角色 从方方面面陪伴支持产业发展 新创的本质是在检视现有的制度 提出崭新的解决方案 因此数位部希望为新创伙伴们打造良好的环境 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继续在数位世界里面开创 例如我们的产业署正在推动台湾云市级Tcloud 整合了财政部、内政部、经济部等等的跨机关流程 就像线上的购物平台 让微型还有中小企业都可以直接在线上完成申办 采购数位转型方案 我们也提供3万元数位点数的补贴 来降低投入数位转型的门槛 云市级平台严选各行各业合适的云端方案供应商 其中将近40%就是各位新创伙伴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加入 把这个%数继续冲高 数位部在今年8月27号成立 其实也很像一个新创单位 我们可以体会许多投入新创事业朋友们的经历 因为我们没有包袱 我们可以快速的滚动调整 所以数位部会持续尝试新的做法 示范应用在我们日常工作里 再向其他政府部门推广 同样的在协助产业发展的部分 我们会综合各界的需求 尽可能来开展我们整个部级一部二属的沙盒 还有辅导机制 不怕犯错 勇于实验 这个不只是新创的精神 更是我们数位部发展 全民数位任性的核心概念 数位时代连续9年举办MIT Taipei 这非常不容易 今年除了接近有500组团队参展之外 更是我们疫情解封之后 有将近50组海外的新创伙伴 飞来台湾参与 在此希望所有与会的朋友都可以收获满满 创造更多正向的影响力 跟正面的连结 在此感谢主办单位 祝福活动圆满顺利 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 Live on and prosper 到晚了